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附近的邻居们送牛奶 而翠芬则是个捡垃圾为生的老太太 年轻时的翠芬因为和恋人相爱 离家到大城市生活 不料却遭到了渣男的虐待 而且在生完孩子之后还被渣男抛弃 最后导致孩子没过多久就病死了 从那以后翠芬就开始独自一人生活 这天铁柱和翠芬两人都像往常一样出门工作 结果铁柱的摩托压弹起一个小石头 弹到了翠芬身上 翠芬拉着板车一下子没走稳 摔了一跤 铁柱看见后立马停车下来帮翠芬收拾东西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遇到翠芬后 铁柱整个人都开始变得不一样 她经常出现在两人遇见的那个地方 帮翠芬一起拉着小破车 两人的爱情就此开始萌芽 车厂管理员老李每天都从铁柱摩托车的声音中起床 老李的妻子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为了保证妻子不出事 老李只好把妻子关在家里 老李每天工作回家都会仔细照顾妻子 一天老李出门因为走得太急忘了关门 老年痴呆的妻子外套也没穿就跑出家门 结果在外面遇到瞎晃的铁柱 善良的铁柱开着车带老李的妻子到处走 帮他找回家的路 老李发现妻子不见后便赶紧出去找人 好在地方不大 很快就遇到了铁柱和妻子 接回妻子后老李对铁柱万分感激 隔天铁柱给翠芬写了一封邀请函 可翠芬不认字 压根看不等铁柱写的是什么 翠芬找到了老李帮忙看信 等到老李看完信后 才发现已经错过了约会的时间 铁柱在大街上等了许久 翠芬才姗姗来迟 之后的日子里 铁柱用画图的方式约翠芬出门 把翠芬逗得不要不要的 不过翠芬也意识到自己不识字可不行 为了学认字 翠芬找到老李帮忙 结果却被铁柱误会 翠芬喜欢上了老李 好在老李及时向铁柱解释清楚一切 并说翠芬最想学会的字 就是铁柱的名字 听到这个后 铁柱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在翠芬生日这天 铁柱买了蛋糕给翠芬庆生 不仅给翠芬唱了生日快乐歌 还送了一只发簪给翠芬 甚至勇敢地说出了那句 我爱你 翠芬听完后 被感动得差点哭了出来 一天老李的女儿突然来找他借钱 回到家里 老李想到了家里以前的景象 以前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孩子成家后都慢慢搬了出去 最后只剩下老李和妻子在家生活 翠芬为了感谢老李教他读书认字 并主动给老李家做家务 在洗衣服时 发现老李妻子衣服上 居然有着奇怪的痕迹 老李带妻子到医院检查后 才得知原来妻子已经患上了癌症 而且由于发现的时间太晚 已经无法医治 不久之后 老李妻子病情加重 每天生活在病痛之中 每当这时 老李只能独自一人躲在门外 痛苦却无能为力 为此老李打电话 叫所有儿女回家 不过他却并没有将妻子 患癌症的事情告诉儿女们 只是让所有人 见了妻子的最后一面 他不舍得妻子受折磨而死 也不舍得抛下妻子 独自一人苟活于世 当天晚上 老李将家里的门窗封死 然后在家里和妻子 一起烧炭自杀 第二天 铁柱收到老李写给他的遗言 信中老李非常感谢铁柱的帮忙 希望铁柱可以帮忙处理后事 因为他不想给儿女们留下太多的麻烦 老李夫妻的死 给铁柱和翠芬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人也意识到了年龄的问题 原来人老了之后 死亡会离得如此之近 参加完老李的葬礼后 翠芬提出要回老家生活 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 他不想和铁柱走老李的老路 他想要把铁柱留在心里 陪伴他走过余生 铁柱没有拦着翠芬 并且答应翠芬将送他回老家 到了翠芬家门口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手松开的那一刻 两人就此分别 电影的最后 铁柱躺在冰床上 梦到自己再一次和翠芬相遇 他开着心爱的小魔陀 载着翠芬一起跨过天空 直达天堂 最后铁柱带着微笑 离开了人世 谁说爱情和年龄有关 其实老年人的世界里 一样有着浪漫的爱情故事 而且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 这一波狗粮 吃得小卡心也成福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